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一个景泰栏 应该是个景泰栏一个盒子吧 这店里面画真不少啊 这都是一些老的画 都这么说没声音的 单单都声音都口号 是不是 都是音唱着的 没声音咱买东西 这是今天去那个市场 然后看到一组这个装置 装置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给它买回来了 然后给大家看都是什么东西 这个呢是一个石斧 这是一个小的一个石斧 是一个早期石器时代的 这是一个养勺文化的 养勺文化的一个 彩桃的一个桃片 然后呢后边这个呢 它是一个液 是一个桃叶 这是一个桃叶的 桃叶 上面有两个字 然后呢这个呢 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那个 君词片啊 是一个元带的一个君词 一个片 带有摇辫 再给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 给大家分享的这几个 今天淘的这几个小装置呢 其实很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种东西 其实是一种很普通的 很普遍的一种小的一种标本的 或者一种小物件 其实你给它摆到那个地方呢 其实也就是 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但是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 艺术的设计呢 这些东西呢 又重新焕发出它的新的生命 其实这就是我之前给大家 说的这个 古为金用吧 这就是一种装饰的一种方式 把这种 残损的历史的一些碎片 然后呢 给它组合一下 出来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物为人用呢 就方为良物 其实真正的好的东西呢 就是人经常使用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在下方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